Hello 大家好 我是Levy老师 欢迎来到我的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支漆 如何去丰富我们刚刚写的 纤维金属的Riff呢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东西 有了节奏 有了旋律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会告诉你 我要怎么去丰富我们写出来的这个Riff 我会 我会 我自己平常会运用哪些小技巧 去增加它的色彩呢 好 首先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上一堂写的这个Riff 我们现在会长这样子 好 首先我会用一些小技巧 来增加它的丰富度 那 第一个的话 我可能会加的是八度音 那八度音的话 我会挑 可能比较可以做滑音的单音 我来加八度音 好 比如说像第一小节的话 我觉得这个拉 升拉 拉 就很适合做一个滑音 那我可能就会在这边做改动 我可能就会直接加上八度音 然后 我习惯的做法是 我可能会把它们放在一起 但如果是这样也可以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我有另外一种方式是 我可能会把它们放在一起 就是我可能前后调动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加上滑音 然后加上滑音 变 变 好 它变这样 那这个是我可能平常习惯 或者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小手法 也不一定只可以加在这边 那后面的话 我就可以找一些比较适合的地方加 等到我们 就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来看 那我发现000的 我通常像这种两条弦闷音的空弦 我比较常会放在 稍微沉一点点的乐剧里面 所以可能像这种比较跳一点的riff 我可能就会把它改成左手闷音 叉叉的方式 可能就会把它改成这样子 那就调整一下它的拍子 变得比较跳一点点 好 像这边我可能也会选择用左手闷音 就会 听起来会更 断点更多更干净 也更跳跃的那种感觉 好 到这边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小技巧 是我也常用的 就是1 4推前 那1 4推前 那1 4推前 我就会稍微用在 比较长一点点的音 看这一颗音 稍微长一点点 我就可以 使用1 4推前 我就把它 对 就变这样 这个小小歪掉的音 但这只是用在 不是用在空弦 空弦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拉弦 好 这边我可能会 我会做一样的事情 要把它改成叉叉 但我们不能就是每一个零 都把它改成叉叉 零跟叉叉它们还是有点小区别 让层次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它就会比较跳一点的 跳跃的感觉 那像这边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我可以 也可以把1 4推前加上去 好 像这种啊 两颗音一样的 这边是 我觉得很适合加 左手泛音的东西 只要有稍微 就是 如果你把这些技巧 都放在你的Riff里面的话 它听起来就会变得很丰富 那怎么加的话 就是看你的旋律的走向 或者是节奏的编排 其实想加在哪里都可以 但主要的话 我常会把它用在 一样的两颗音放在一起 或者是 要做一些比较 特别的 断点的时候 像比如说像这两颗音 其实就 你就可以直接加 翻音上去 它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左手翻音 可以高一点点 这个 好 好 然后第三小节 等一下 好 我觉得太多零了 可能会考虑 也会考虑加一些 左手慢音的叉叉 我会加在这边 然后 我会觉得后面这一段 有一点点小小的无聊 就是我们就可以想一下 可以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我说可能插插完之后 然后 八度音 可以加进去试试看 我们加 我们做一个低音的八度音 然后滑音给它 然后 注意这边 可能就要稍微加一下装饰音 这边 这边 然后 音场修改一下 好 听一下 听起来就整个会跟 刚刚的 手法上面有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它听起来会 好像稍稍复杂一点 第四小节的话 好 这边 也是一样 如果不想要让它 这么沉沉的感觉的话 就会 夹左手慢音叉叉 比如说 大的大 可以变成大的大的大 再多一颗音 大大大大大 我會覺得這邊四顆鈴有點太呆板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加一些別的小技巧進去 比如說我們再重複用泛音 然後但是我又想要跟上面這一小節的泛音有一點區別 我們加在這邊高一點 好 拍子的部分我覺得可以稍微複雜一點點 試試看 好 等一下 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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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是這樣子的模式 它聽起來就會 彈起來當然會比較難一點點啦 就比較複雜一點 那但是它的豐富度就會提升很多 那聽起來的話也不會比較那麼死板跟無聊 就是它會有比較潮一點的 走一種比較潮一點的Riff的風格 所以這是幾個我平常常用的 八度音 然後四分之一推弦 左手悶音叉叉 然後左手泛音 對然後像可能比較一開始 一開始這種進去的音 它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我有的時候還會做比較特別的方式 就是做腰桿把它的音往下 做這種感覺 停止喔 這也是我會蠻常用的一個小技巧 但就是 要慎選地方用 有可能放在開頭 或者是 嗯 節奏上 需要有稍微比較長一點的音用的話 才比較適合 如果太短的話 用起來就會很奇怪 一個進去的方式 對 聽起來比較潮一點點 那 接下來就會稍微示範一下 我把它彈出來 會是長什麼樣子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3-7的課程了 那 希望大家呢 可以將這些小技巧 靈活運用在你們的Riff裡面 增加他們的豐富度跟複雜度 還有色彩 那我是Eva老師 我們下次見掰掰